明朝后期的天文立法局 参照了南北朝祖冲之的大明吏 唐朝僧一行的大眼吏 徐王的宣明吏 宋朝审阔的十二契吏 杨中甫的统天吏 元朝郭守靖的寿石吏 当朝朱在寓的黄忠吏 万年吏等历史地位极高的各大明吏 在结合最新的测量数据 历史五年时间 1634年完成了崇祯历书 共46种137卷 内容的丰富性创下历史之最 据说 书中采用了地谷创立的天体系统和几何算法 还引用了戈拜尼的天体运行论 事实上 戈拜尼的天体运行论 大量引用托勒密的假数据 存在很多地级错误和逻辑漏洞 任何一个中国天文学家都能一眼识破 何况当时欧洲教廷禁止戈拜尼学说 怎么可能让传教士学习呢 而且直到清朝后期的谈天 才首次介绍戈拜尼的学说 这里明显存在时间矛盾 而地谷也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没有成体系的天文立法专注 恒星观测数据存在大批量错误 更别提天文立法必不可少的数百条数学公式了 地谷几乎没有任何建数 连清朝的钦天剑掌舵人 传教士南怀人都放弃地谷 而采用虚光起的星表 这足以说明问题 崇祯立书的主要成就有 第一 四大星图 包括建界总星图 赤道南北两种星图 黄道南北两种星图 黄道十二分星图 恒星数达到1812颗 其中最后一种 在唐朝初期 李淳峰就已经最早绘制 有人说 这里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谷的星表数据 此说法毫无根据 徐光起团队有百人规模 在原有1464颗中国星表的基础上 也只加入了三四百颗而已 而地谷一人 仅观测二十年 就能完成1200多颗 简直吃人说梦 第二 在天洲度数365.25度的基础上 增加了360度刻度 第三 在一天十二个时辰 每个时辰分为初时正时两部分 每时四大课一小课的基础上 改为一天24个小时 每个小时分为均等的四课 于是 一天100课改为96课 便于制造刻度均匀的自明中 第四 将十分秒的进制 由过去的12进制 30进制 100进制 改为统一的60进制 简化了立法的计算 同时也便于迎合自明中的表盘 其余的理论内容 数学模型 几乎都是对以前中国立法中 已经存在的算法的总结 提炼和拔高 有人认为 崇祯立书采用了球面三角 平面三角 黄道坐标 为希莱 这是无稽之谈 黄道坐标 从唐朝到元朝一直在使用 部分球面三角学理论和公式 在元代的受识力中已经使用 明朝朱在玉的黄中力 和万年力中又有创新 还有部分算法 在元朝明朝的各种数学典籍中 也已经有论述 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 很多数学模型和算法都是这样 开创之后 逐步提升和完善 而西方完全不需要发展的过程 直接就是出现及巅峰 明显违反科学的发展规律 崇祯立书完成之后 明朝末年的天文工作还在继续 1636年 徐光启的接替者李天经 领导天文局 完成了魂遗书四卷 星球遗一价 魂天遗一价 1639年 又制成黄翅经纬权遗 1643年 崇祯立同意搬行崇祯立书 可惜 1644年清军入关 明朝灭亡 崇祯立书落入传教士之手 被汤若网删除34卷 仅剩103卷 改名为西洋心法立书 后来又被改名为实现立 成为清朝大部分时间里 所实行的主要立法 1675年 西方假托英国牧师 约翰·维赛利之名 实行了崇祯立书的基本内容 华夏数千年 历朝历代不惜代价 无数科学家所取得的天文立法成果 被西方仅用40年时间便轻松窃取 抖音